你剛才提到就是有些人認為說朱立倫 不是高玉仁 有可能是代表了一些基層的聲音 就是立委這樣說 其實他這個話一出來 當然就成為話題 這樣剛剛看到 就是除了批評以外 藍營有很多人也是出來 幫忙緩嫁 幫忙面火 像是看到像立法院長王金平 或是台北市長郝龍斌 都出來幫忙說 沒有這樣子 希望大家可以不要想太多 不過其實他們的內心 到底怎麼想 其實國民黨內部的人 大概是什麼想的 他們會覺得說 高玉仁其實這次做得還挺好的 然後其實還蠻贊成的 或者是說覺得馬總統 其實真的還蠻委屈的 我覺得現在 這個你說點出基層的心聲 那當然是一定是有 你說藍營的內部 對於這個狀況會不會不滿 當然是非常非常不滿 但是不管怎麼樣 現在黨主席還是馬英九 他還是總統兼黨主席 而且今年7月的黨主席選舉 就像王金平今天講的 雖然現在的民調不好 然後這個氣氛低迷 但是他認為這個黨主席選舉 對馬總統來講說 還是沒有問題的 那在馬他還是唯一的 一個共主的情況下 那你說他會不會博壓 博壓我覺得 應該也是明年的 七合一之後 對 七合一之後 才會開始有這個問 才會比較明顯的 這個博壓的效應出現 那在這個之前 不管是中生代新生代 還是已經是 準備要接班的 這個副總統吳敦一豪 他們現在一定還是 表面上還是對馬會要維持一個 你不能跟他撕破臉啊 對不對 因為現在他還是握有這個 國家機器跟黨機器的人 所以你說他是不是 點出藍營的新生 我覺得是有啦 而且應該是大家都是 很多人都是這樣想 絕對是過半數 但是現在會願意跳出來 去開槍的人 不多 齊克你剛才提到高玉仁 他可能是辛酬救恨 救恨就是他兒子的部分 那麼辛酬有可能 就是試水溫的部分 嗯